根据台北市违建会的计划,市政府必须在今年6月底以前拆除3000间违章建筑,配合各项建设工程的进行。 计划中,即将拆除的包括南京西路302项巷道上的9间违建,四围路接近和平东路口的17户违建也是占用道路返海交通必须拆除,这些违建是公交的眷设。 在南京东路以北,长春路以南的14号和15号公园预定地,有1025间的违章建筑将在今年6月底以前拆除,使市中心地区增加一个比较大的公园。 另外,和平东路的凑换工程正在进行,从长安临时市场乙西的违建都将拆除。 和平西路从罗斯福路开始,也都将在今年度内拆除道路用地上的违建,使和平东西路成为一条畅通的大道。 违建会执行秘书胡大斌表示,在计划拆除的违建中,有一部分是公交的眷设,这些都是最难拆除的违建,希望各有关机关协助拆除这些违章建筑,配合市政建设的推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